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下午時段的即時攻略 身邊嘉賓請來了 Anno 你好 你好 Anno稍後會接聽大家的電話 和跟大家分析一下 談談焦點股份和焦點板塊 同樣地呼籲大家 如果有任何問題想打電話問Anno 歡迎打電話來204-6566-204-6566 又或者可以WhatsApp去到9157-1428 9157-1428 亦可以電郵去到ask at bschannel.com 同一時間我們耀才財經台的Facebook 都在做直播 歡迎大家留言 還有Like和Share我們的影片 等更多的朋友可以見到我們在做直播 跟我們有些互動聊聊天 首先跟Anno說回今天的視線 因為看到恒指就連升了12天 投資者都在看升勢何時會斷纜呢 看到現在恒指跌14點 暴在31,058點 都是在31,000點的水平陪陪回回 接下來的大方向會是怎樣呢 其實升了這麼多天 我想短期來說 看到調整的勢頭出現是越來越大的 但是再看整體股份表現的情況 即使斷纜 暫時看到 預料的調整幅度又不會說真的非常之深 但到了31,000點的水平 我相信兩三百點的調整就在所勒免的 如果看整體而言 近期一些資源顧 有些部份可能借細調整 其實你說像今天的水泥一樣 有些水泥格格下跌的因素借細調整 所以你會看短期後四 會不會突然間有些里淡消息等等出現 雖然你說影響性未必是非常之大 但只有輕微有這些相關的消息出現 很容易令到高位出現一個獲利回吐的情況出現 所以我想你說現階段 會建議大家參考31,000點的位置 如果後市 其實你說升跌 我覺得你說能不能繼續連升 依然不大 但是你說如果真的在說 站不穩在31,000點的樓上的話 不小心 你說說獲利回吐的情況出現 其實你可以在很短時間內試試一條10天 即現階段大約是30,600點的位置 所以後市可能仍然存在著400點 甚至500點的調整幅度在這 10編線 或是說今年年初大洋竹頂部30,500點 我相信是短期後市有機會試的一些水平 剛才Arnold也有提到一些水泥股 不如我們先說一些水泥板塊 我們看到中國水泥網的數據顯示 就說今天長三角圓乾熟料價格正式下調 當中南京中國水泥廠 將更加下調了170元人民幣 每噸就由520元 急降至350元人民幣 其實這個減幅或時間減價 是否大家都預期到 會否都很猜不到 這個消息很驚訝 當然猜不到 不是股價不會跌那麼多 但是它的幅度大 差不多接近每噸是170元人民幣 即是調整幅度差不多接近2至3成 調整幅度差不多是價格跌到去年年初的位置 價格跌 其實我又覺得一半一半 對於水泥股來說 一定有一個心理影響 會否一個地區調整完之後 其他地方都會跟隨去調整 這個會是一個風險因素 另一方面就是 擔心水泥價格升得這麼急 其實就很難足以支持到 雖然很多原材料價格上升 但是其實做水泥整體原材料價格 不是太大的變動在這裡 生產成本等等雖然有升 但是不可能有這麼大的影響性在這裡 所以水泥價格如果持續在高水平 有些部分的水泥廠 可能有機會出現一些利潤 或者暴利的情況在這裡 所以可能排除有些部分的正式改行 例如海螺水泥的一些熟料價格 是下調 但是當然這個是媒體報道 究竟是否真的幅度這麼大 有待觀察 但是我想這個消息 短期來說都會利淡一些水泥股 甚至本身大家預料2018年 所以價格不會再有很大的上升空間 但是未來有機會增加產量 這是一個行業的利好因素 特別大型的水泥廠 有機會略為加大一些整體產量 因為整體的產量未必有急劇上升 甚至淘汰了一些落後產量之後 整體現在大家看到這個因素 但是現階段如果看到部分的水泥價格 開始調整的話 之前的看法 或者對他們的股值的看法上面 會不會有一個分歧 這個會是一個風險因素 但我相信其實出業直前 我覺得水泥股 都會仍然是市場的焦點 但是短期來說 我想大家要看看 會不會只是單一地區 還是全部地區的水泥價格 都開始正式調整期 這個是值得關注 因為你看回內地方面 其實有些資源價格 一旦真是步入一個調整期 可能時間都比較長 最簡單的就是 好像看一些鋁價 上年說 8月秋升了上去 然後現在調整之後 差不多落到8月份的低位 到現階段為止 都仍然沒有起色 所以我覺得未來來說 首先關注其他的地區 或者看中國水泥網 會不會只是除了那一場 三個建外的地區 水泥價格都會跌 如果真的看到跌勢 是相對地比較明顯的話 我想這個板塊短期 後市來說 都建議大家小心一點 也建議大家 如果沒有貨的話 就不要買了 不建議貨反彈 當然 看到剛巧有朋友 想問安徽海洛 我想他是問914 中國建財 即3323 想問Arnold 還有2009 我想問這三隻股份 應該選哪一隻好呢 就看回你本身以什麼概念去炒 其實雖然三隻都是屬於水泥股 但是金魚 其實最主要都是炒紅光概念 其實是說今天這單水泥價格下跌的消息 對股價來說 反而沒有那麼大的影響 這些位置真的不會再建議選中建材 因為你說現在水泥價格下跌 對於他們來說 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影響 因為中建材和水泥價格的敏感度 是會相對地比較大一點 相反地你說海螺水泥 其實水泥價格下跌固然重要 但是其實為什麼大家看好它等等 都是覺得他們的負債水平偏低 隨著去年水泥價格下跌了很多 去年業績大家預料第四季 它都發了認起 有一個很強勁的盈利能力表現 最重要就是說 每噸水泥的利潤空間上升 他們的整體現金樓強 很大機會踏入到 你看回整個2017年業績 除了負債水平低 可能踏入一個正現金的狀況 有沒有機會增加派息 仍然是有這個相關的衝勁 所以這些水平反而 你說如果水泥價格 未必有進一步抽升的跡象 你要博股直落後的中建材 我覺得直博率就不吸引 所以這些位置如果你要選水泥股的話 首選仍然是914 但是你看回這個圖表走勢 我覺得正如之前所說 不需要那麼心急 短期來說第一個比較關鍵的支持位置 大約是39元這些位置 建議大家看看39元這些位置 站不站穩先 如果你說這個消息仍然是持續的話 大家都仍然是對水泥價格有個憂慮 估計有可能借勢 落到37元這些水平 所以暫時來說 建議先抱一個觀望態度 如果穿639元這些支持位置 避免它落到37元這些位置 才去薄販蛋 是的 阿諾建議觀眾可能看好一點 保守一點 看看會不會跌穿了39元這個支持位 如果是的話可以去$37元 下入市 看到海洛水利 九一世現在沒有39.5元 跌跌跌8% 另外有位朋友想問阿諾你的股份 6869 長光飛遷 想問你怎麼看呢 現價追入這股份 始終你看看圖表在頭上 又不算是非常樂觀 兩次試了$39元這些阻力位置 都不能夠順勢 試試之前的$42元高位 會不會形成一個雙頂的形態 這個會是一個風險因素 但當然你從圖表走勢上面看 正式形成雙頂 至少股價要跌穿$35元或者$33 這些位置才正式成立 所以我想提醒這些位置 就留下到$36元這些位置才去買 我想你說5G概念這些光纖戶 我覺得短期來說 暫時見不到什麼特別因素 來講他們未來來講 那個營利能力會有個突然間轉差的跡象 第一方面 內地在光纖市場的發展上面 仍然是樂觀的 亦都有5G的炒作 所以我會建議 $36元這些位置才去買 以$33元作為一個止設位 承擔一成以內的風險 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這些水平買得薄距 升出52周的位置 就看到可能是$45元這些水平 好了 Arno建議可能追低一點 $36元才考慮買入這個長官非簽 好 接著又有朋友仔 Wallace 他想問$2666 1.2 3條6 又是想問Arno 怎麼看這隻股份 現在這個價位值得入 前景是怎樣 應該是環球醫療 看到現在跌1% 佈7.42 其實看環球醫療幾日前 有個大成交的情況出現 推升了股價 但是之後你見到股價都沒有力上回 甚至現階段股價走勢 你看到除了跌穿了一條短期的上升軌之外 最重要是你看到 除了跌穿這條短期的上升軌之外 另外一方面 股價都跌穿了一條10天 20天 50天線這些常用的平均移動線 如果你看到技術走勢 通常這幾條的移動線 貼在一起的時候 而亦都出現跌穿 可能是一個明確的調整細頭出現 相反地 如果在這些情況 一次過升穿這幾條的平均移動線 的確可能會有一個短暫的升勢 所以你看到技術走勢 短期來說 股價有機會試回7元這些水平 所以暫時來說 我會建議先抱觀望態度 但是7元這些位置值不值得去反彈 看看跌得多急 如果你在未來這一兩天 已經見到7元這些水平的話 我也建議觀望一會 因為如果6.9元這些位置都穿了 可能會試回6.3元這些水平 好啊 接著Facebook又有朋友想問 就問石藥 Keef Chan 他就問石藥現在又升了1093 想問Arno 短期內會不會下17元 可不可以再入貨呢 下17元是可以去入貨的 但是這些水平再去追 我真的未必太過建議 雖然說石藥或者做製藥的相關的醫藥股 前景仍然是樂觀 我覺得沒有太大的變數 他們的股值都能夠上調 但是始終說 股值上調這個勢頭 都不是這一兩天發生的事 升了這麼多 我覺得現階段石藥 我都可能看到20元左右這些位置 所以現在18.56元 18.5元這些水平的高位 去追上網空間 不是為了你太多 一成都沒有 所以我會建議 看看有沒有機會下17元 17元這些位置去買 就看20元 但是有貨的當然會建議 可以繼續拿著 四月方面 Arno建議賣入價是17元 可以看到20元左右 如果有貨在手 就繼續拿著 如果大家還有甚麼問題 想問Arno的話 可以繼續在Facebook留言 還有記得Like和Share影片 等更多的朋友可以看到 另外答完Facebook的問題之後 都想和Arno說一隻股份 就是5號匯控 看到他今天也挺厲害 逆市上升 曾經創過近10年的新高 最高見過84.3元 現在都升超過2% 佈在83.8元 看到中信里昂就搶好舊經濟股份 就說他們更加具投資價值 當然他就不是看淡新興市場 新興市場的股份 只不過他覺得可能前景上 舊經濟股份更加有利好 更加有好做的機會 想問Arno 你有否認同 是否可能今年 大家都去留意一下 舊經濟股份 基本上我從去年開始 都是集中提及舊經濟股 我覺得新經濟股 我覺得又不是說差 但是在香港市場當中 其實新經濟股 特別提到好的 其實除了騰訊之後 我也想不到有甚麼特別是 我說的是特別好 所以舊經濟股 我覺得已經是一個焦點 一段時間 但是踏入2018年的而且 舊經濟股的勢頭 是相對地好很多的 因為你講17年舊經濟股 好像銀行股 路人股 整體現都屬於跑輸大事 匯控升得比較多 但是其實跟恒指的整體升幅 是差不多 但是今年來講 我相信整體表現 會好一點點 但是值得一提 其實今天匯控的走勢 跟一些大行報告 又不是說真的有一個很密切性的關係 因為你講其實匯控今天的股價 你如果看回ADR的表現 已經在跑輸中 而昨天匯控倫敦的股價 的確有一個大升的情況 你在講一些什麼 可以起碼初步確認 這次匯控的升勢 不是單止一些北水買入 一些北水的炒作為主 事實上市場現階段 對於舊經濟股 特別銀行股的看法 是相對地比較正面的 我相信原因就是 第一方面 你看回今年開局至今 債券價格下跌了不少 很多長債的整體的息率上面 有個上升的情況在 反映一些什麼 大家覺得會有個再通脹的情況在 你講現階段 對於匯控來講 都是在講未來 除了美國聯儲局之外 歐洲央行 或者未來英雷銀行的貨幣政策 會怎樣 這個會有一個影響性在 其實大家都預料 他們都會來 英國就有一個加息周期 但仍然是步伐比較會慢 但歐洲央行都有機會 收完稅後 起碼首先第一步 將負利率變回正常 如果見到的話 對於歐洲的銀行業務 本身已經有個幫助 所以說一些貨幣政策等等 預料會利好回紅 這些國際金融股 但是最重要就是 之前講的國債息率性 特別是長債息率性 反映一些什麼 大家都覺得會有個再通脹的情況 如果你說在經濟全面改善的情況下 銀行股的息差 特別是國際金融股 預料會有良好的表現 所以會控的股值 是有條件大幅提升的 所以今年自己對會控的看法 都看得比較正面 我覺得有條件 駁它上回紅底股 駁它上回紅底股 今年嗎 是 即是現在這個價位 其實也值得入 因為這樣對話 升穿80元我是建議去取的 是 我又很開心 看到它馬上雙眼發光 馬上發了光 對不起 回到Facebook 有人問Arno問題 他就問煤炭股是否已經升完 就問1088 就問Arno 1088 怎麼看20元有貨 短期還有空間再上 我覺得煤炭股未必是升完的 但短線來說調整就在所難免 之前在說一些資源股 始終之前升了那麼多 你說調整 但會不會落到年初那些位置 我覺得機會不大 如果你說這些位置買煤炭股 1088會相對地比較安全 但事實上 1088炒作空間會相對地沒有那麼大 近期你看到資金 首先是說最主要是炒回燃洲煤 第二是炒中煤能源 相對地你看到1088今年的走勢 是比較落後一點 雖然可以升 原因是說在煤炭股當中 整個板塊 我覺得估值仍然是未充分反映的狀況 但是你說三隻當中 1088的估值的確是相對地比較貴的 但是論業績的表現上面 我覺得1088 講中國神話 衝勁是會比較大 所以我覺得如果看回 藉著這輪市況的調整 有機會落到21.5樓下 我覺得可以去駁 21.5這些位置買 駁它開始會出現反彈 就算反彈不到也好 下到20元這些位置 作為購貨分主給納 以18.5元作為一個指示 我自己看到25元這些水平 我看到小蝙蝠說 今年還有很多個月 現在才是1月 叫我不用這麼開心 看到會好 但想想一年 可以有兩成的增長 這件事是開心的 好了 說到這段時間 我們就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位劉小姐 劉小姐你好 有些什麼問題想問Ano 我想問Ano 我想問Ano 135 有沒有貨在手 沒有貨的 沒有貨在手 想問Ano 什麼位置入好 明白 沒有貨在手 想問Ano 什麼位置入好 還有昆良能源 135 其實昆良能源這些位置 我覺得開始可以去搏 短期來說 我覺得石油板塊 相關的股份 都逆而會相對比較強 當然昆良能源 除了石油的業務之外 焦點會落到天然氣身上 但是我覺得 你說近期的調整 應該反映了一大部分 這些位置 我覺得開始股價 會有轉定的跡象在 所以我覺得 其實你看看肚票走勢 現在斷的勢頭 不算是差的 第一方面 站穩在20天線上 第二方面 都沒有正式說 跌穿了 8月份至10月份 華銀區間的頂部 所以我覺得 這些位置去買 我覺得可以的 以回50天線 7.3 作為一個止涉位 承擔1成以內的風險 這些位置 如果買的話 我建議可以上網 9元這些水平 好啊 明白的 然後電話旁邊 有另一位家庭觀眾 林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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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問題想問呢 多謝你們 現在又要問一下 2601號 還是228 3號 中油局 我寄不買號碼 多少 謝謝 也是想問問 買哪個價位 買入 對 謝謝 謝謝 那就是阿奴 兩隻股份 你會選哪一隻呢 暫時未必建議買來 顯股 短期來說 可能仍然是一個弱勢的板塊 可能等著儲聯業職 或者有部份的受驗公司 開始發營起 那個板塊 才可能有機會 做好一點點 但是 283 這些位置 相對地比較尷尬 因為過去的 三四個交易日 真的真的比較急 所以我覺得 如果部署策略上面 我會建議 看看有沒有機會 下9個2樓下 才去買 其實中海油服 我覺得 估值 仍然未能夠完全 反映狀況 所以股價 我預料 有個量力的聲勢 在這裏 今個星期一 每週一個都是推你 我自己的目標 看到12元 當然有三成二的升幅左右 可能在說 都是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是短線部署 遛它9個2樓下這些位置買 駁它上10元這些水平 但是如果有耐性 持久的話 我覺得可以望12元 就會建議 暫時來說 如果這些水平去買 就以8元作為一個字節位 好 那就可以讓林先生參考一下 看看自己想選哪一隻 深水固分 另外電話旁邊 有一位鄭小姐 鄭小姐你好 鄭小姐你好 是 有甚麼問題想問Arno 我想問 2009 幾個3買 大約半年前 前幾天它升上 最高都是4.1毫多 是 現在又跌了 那應該繼續持久還是怎樣 是 是 家庭觀眾就是4.3買了 幾個月股份 就是半年前買 想問Arno 繼續持久還是怎樣 會否有機會回到家鄉 其實都不是完全沒有可能 但是短期後市來說 我都會建議小心一點 之前炒回到4.1樓上的位置 主要原因 就是內地又再次提及了 鴻安新區相關的概念 但是這些因素 很多時候都只是一個 屬於短線的炒作 接下來 始終特別是 今年一百年的第一季 大家都是焦點集中 看回第四季的業績上面 我覺得在這一方面來講 金魚的直播率又不是真的那麼大 始終都仍然擔心 好像去年的中期業績一樣 雖然水泥業務做得好 但是受到房地產業務拖累等等 這個會是一個風險因素 所以暫時我覺得 其實水泥股我自己又不提得太過負面 所以我會建議 你做過定個心理準備 隨時有機會 需要做一些換碼部署 正如之前所說 換碼下去海螺水 我覺得會比較安全 但是暫時來說 我都建議拿著 因為短期後市來說 水泥板塊 暫時來說 相對地比較大風險 可能會調整 但是金魚的調整幅度 可能未必那麼大 所以看回圖表走勢 我會建議 以分3.7做為一個止洩位 如果跌穿3.7 理性止洩離場 接著做一些換碼部署 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如果能夠站穩在3.7樓上 我覺得也有機會 上到4.3樓上的水平 好 接著我們有些時間 我們就回答一下WhatsApp問題 好嗎?Arnold 有一個朋友想問1375 就是中洲證券 他說4.4樓有貨 已經坐了很久了 我想問Arnold 要不需要自己試轉其他東西呢 暫時來說 做一些換碼的部署 我覺得可以再等一會 的確有一個考慮的需要 因為內地的變商股 我相信未來即使好一點也好 都是集中在龍頭、中信證券、華泰證券等等 一些中細型的券商股 我覺得直迫率未必太過吸引 所以如果做換碼部署 可以考慮現狀段 將它換到一些大型的券商股 因為你看到一些大型的券商股 好像以686為例 近期來說都反彈了不少 如果借著這輪調整洗頭 再去吸納 我覺得OK 短期的 但是你說說 其實短期後四來說 我覺得中信 中週證券 股價可能都是上落在3.2 至3.6區間 我想要上分4元 就真的未必那麼容易 但是短期來說 如果它能夠繼續企分在3.3上 都有機會可能出現一個反彈 因為始終A股的勢頭 現時都不算太過差 所以我會建議 以3.3作為止洩位 不算3.3 繼續持續 但是如果要做緩馬部署 轉去一些大型的券商股 我覺得也是可以的 好 那Anno就建議 設置止洩位 定在3.3這個位置 好 接著又有朋友 他想問兩隻股份的前景 第一隻就是981 中心國際 他沒有說到沒有貨 他就想問Anno 怎樣看這隻股份的前景 根據說一些半導體 都試過一度有個炒作 最主要說在內地 相關的機構上面 可能官員上面 一些政府上面入股那些 可能半導體 總之他們是希望 附置過行業的發展 但我覺得這個炒作 這幾個因素上面 在之前的升落 反映了一大部分 短期來說 都是面對著一個調整壓力 前景 我覺得中性 又不需要太過悲觀 但是我又覺得 你的投資價值 現階段這個股價 這個水平 不算非常高 特別來說 其實第四季的業績 是不是真的OK 我覺得有待觀察 之前公司的看法 是相對比較淡 所以會不會市場 借著之前相關的消息 炒起股價 但是一出業績之後 再跌下去 這個會是一個 非常大的風險因素 看回投票走勢 我覺得 如果短期後市股價 穿回12元 這些支持位 都會建議小心一點 我怕股價 有機會再跌回10元 這些水平 好 然後另外還有問一隻 就是317 中船防務 都是 問一下 Anno前景 怎麼看 因為他都沒有說 有沒有賣到的 中船防務 或者內地的造船業 我想暫時來說 都見不到 有太大的起色 我始終又見不到 什麼特別的消息 整個行業 基本上內地 都仍然是繼續做 一些重組 或者合併 或者整頓整個行業 未來訂單 會不會突然大勝 我自己覺得機會不大 甚至 如果再去炒一些軍工概念 我想這方面 就未必有太大的憧憬 所以我覺得 你看回投票走勢 究竟是那個看法正面的 所以我又不會說 對他有太大的悲觀 但你看回投票走勢 相對比較差 如果跌穿12元 這些支持位 擔心有機會試回之前的低位 而如果站穩在12元上 我覺得目標 都可以看回之前這些高位 可以看回15元這些水平 好 接著有個WhatsApp朋友 他想問金山軟件 3888 他沒有貨在手 就想問Arno 買入價多少 目標又可以看到多少 前景又如何 金山軟件 這些位置 可能和大漢差不多 都是看到30元這些水平 但是現階段28.4 28.5去追 最主要的問題 我覺得直播率不吸引 所以我覺得 其實它都升了這麼多 我覺得純粹都是 以一個追落後的心態為主 實際上業務的基本因素 一直不算太過差 但是可能你說 善事放又不是太過配合 資金又不是太過願意炒落口 所以你說 之前升上來 如果你是錯過的 這些位置 看看有沒有機會調整 才再去買 會建議以27元這些位置買 但是如果27元這些位置買 股價再跌出26元這些支持位 就會建議指洩離場 因為擔心股價 可能又會在24元 25元這些位置上下落 所以我會建議部主策略 暫時來說 偷它下落27元這些位置去搏 就搏它上30元 但是就記得 一定要嚴守26元這些支持位 好 接著我們來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位邱小姐 邱小姐你好 邱小姐你好 主持好 你好 我想請問兩隻股票行不行 OK OK 你說 七年年騰訊 我之前是418元入了 我現在想再加碼 應該哪位加碼會好些呢 還有評寶 我之前也是80元有貨 現在又想加碼 請問你哪位加碼會好些呢 謝謝兩位 請我先收錢 謝謝你 好 沒問題 邱小姐主要是想問加碼 他就想問你 給我教委好 首先說了騰訊 他本身是418元有貨 他想加住又怎樣看呢 看到今天有個回吐出現了 是否值得入市的量計 我覺得短期來說 港股可能會有機會 達到一個調整細頭 但是正如之前所說 我相信調整幅度 不會非常之大 但是騰訊 很大機會都會跟隨著調整 因為你說整體現 騰訊今年的股價走勢 不算是差 但是整體現都是屬於大致同步 不算是一些特別標籤的部分 但是你說看 你看圖表走勢 最簡單的 就看圖表走勢 現在試一條短期的上升軌 所以如果股價跌穿 是430元這些位置 幅度餘料會多一點 那之前你看股價 都要升穿了一個上升三角形態 但是如果跌穿這條上升軌 可能有機會試試410元這些水平 所以如果你就加住 我建議 後來落到410元這些位置 再去加住 那你說如果410元這些位置買 其實現在一段騰訊的目標 都是建議看回到500元這些水平 所以我覺得暫時說 如果之前上一手的貨 都是418元這些位置買 又不需要那麼急 所以馬上去告追 我覺得就建議410元買 至於平保方面 我覺得都是看回80元以下 始終我覺得平保短期的股價 都可能會相對拉鞋的局面機會較大 要突破之前86元這些阻力位 就未必那麼容易 但是當然你看回現階段的股價勢頭 是仍然是良好的 甚至說一個上升三角形態 慢慢地形成 所以我覺得平保就會反過來 做兩手準備 80元這些位置可以再去買 但是如果股價真的順勢 突破86元這些位置 就可以考慮去告追 是 那你看平保呢 你又看平保是多少 平保都是仍然維持的看法 暫時來說 看回90元樓上這些水平 但是如果整體言論 業績出得好的話 有些分拆相關的資訊 其實看回100元應該都沒有難度 好 麻煩阿努你的詳句分析 還有多謝各位朋友 打電話來 還有在我們Facebook留言 路和阿努申報 剛才提過的股份有沒有持有呢 沒有持有 好麻煩 我們現在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還會有其他的直播環節 我們稍後再見